5月15号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名醇会在成都举行 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以色列、韩国、印度等国家的18位名厨 集聚一堂 现场秀出自己的拿手菜品 并讲述不同地区、不同菜系、各美其美的美食主张 当天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 作为大会的配套活动 亚洲美食节分别在北京、成都、杭州、广州四地举行 名厨会是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系列活动之一 椰浆饭、咖喱蟹、硬式石榴烤鸡肉串 燕窝鸡翅、海鲜大酱汤、天府回锅肉 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展现在大家面前 传统中餐与异域风味各美其美 诱人的香气飘散在空气中 日本厨师协会教授 颜味客室当日带来鲑鱼寿司配梦宗汤 梦宗汤以中国24校故事中的梦宗窟竹为创作灵感 运用了竹笋等食材 在我的家乡这里在举办一个叫做天神祭这样的一个传统活动 而正好在我的家乡就是盛产我所选择的料理的食材 所以说来到了中国正好成都的竹子也很美味 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家乡最美的跟竹子有关的料理 搬到成都来让大家体验一下我家乡的名菜 印度尼西亚的杨纳此次带来的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菠萝饭 杨纳向记者表示 印度尼西亚不是只有巴厘岛 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的地方 这次到中国来推荐印尼的美食 也是想推动更多印尼人到中国来旅游 或者吸引更多中国人到印尼旅游 双方吧 是印尼人来中国可以是也是煮过饭 这个事也是很好的 他们可以感觉一下中国的那个 因为在印尼中国这还是不一样 真的跟这里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般是印尼人没有了解五国 那个四川的味道 他们也不知道 跟我们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可以感觉一下 那个这边的喇叫是怎么样的 当天 成都熊王亚洲美食街组委会 还为18名名厨颁发 《亚洲美食文化推广交流大使》证书 希望他们能够以美食为媒 突破地域的限制与文化的差异 为增进亚洲各国友谊 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